各位 我們今早知道中電就住2012年的電費調整 作出了進一步的下調 我們知道中電是就住未來一年的電費調整 是由原先的9.2%的增幅下降到最新的4.9%的增幅 是略低於通脹 我們看到中電是回應了政府在先前這兩個月 就住來年電費調整的四項質疑 政府的質疑其實基本上是在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在開支方面能不能夠做好這個調控 減少在基本電價的增幅 另一方面就是電力公司能不能夠在他們有的空間範圍裏 採取一些措施去輸減來年的電費的增幅 我們看到就住這四方面 中電是對於資本開支和營運開支都是有下調 並且透過把電費穩定基金減到一個低的水平的時候 能夠將基本電費由原先的五千的加幅 減到四千二的加幅 另外亦都採取一些回購的方式 將它一些可能在未來會收到的政府的猜響和地租的回撥 是用一次的方式回撥給它的消費者 我相信上述的幾種措施是回應了政府原先提出的那四項要求 亦都回應了在議會裏面和市民的聲音 我們會繼續做我們如常的工作 每一年我們都會就住這個電費的調整 好像今年或者好像以往幾年那樣 繼續做一個嚴謹的把關的工作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每一年我們在電費的調整裏面 政府和兩電都是有一個機制 就著它提出那個調整政府會給予意見 如果是有問題的時候我們會提出質疑 或者有些地方如果我們不同意的時候 譬如有些資本開支 是我們不同意的時候必須要加以剔除 我亦都向立法會很清楚解釋過政府的把關工作 是在兩個層面和五個重點方面 那兩個層面就是一方面透過那五年的發展計劃裏面 去審核整個電力公司在一個規管年度 在五年之內那個投資是怎麼樣 但是亦都同時每年的時候 我們一如過往每一年的做法 就住電力公司的開支 和其他部分我們會給予意見 而今次就住中電來說 我們很清楚在10月的時候 都是提出這幾方面的意見 我們見到最後來講 電力公司是回應了這方面的訴求 我想在接下來的工作裏面 我們仍然會堅持這個嚴謹把關的工作 在每一年的調整裏面的時候 我們希望確立到應洗的地方是得洗的 不需要開支是必須要剔除的 也都電力公司應該在可能範圍裏面 可以舒緩到電費加價的壓力的時候 提出不同的措施去做好這個工作 其實中電就說它自己是良心企業 那其實有沒有回應過是否獅子開大口 其實想問你們怎麼看中電 覺得它是不是良心企業 有沒有獅子開大口呢 政府在電力的規管裏面 透過那個協議 和每年的審核調整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會逐項在它開支部分 或者在其他它的支出項目裏面 是加以做這個審核 這個就是我們每年做的把關的工作 降幾年裏面我們每年都是這樣做 今年裏面我們和電力公司有的分歧 我們都很清晰地向電力公司反映 亦都在及後的議會裏面加以提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式是一個很清楚的方式 將政府提出的質疑提出來 亦都能夠獲得這個電力公司的回應 中美女的評論 你認為CLP是在公司的公司測試 政府的公司測試過的公司 和它的公司的公司 和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和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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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方式的公司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lan we closely examine whether capital expenses were necessary ove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through that examination we basically sort of looked into whether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a major project that might sort of bring the system up today or being improved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do an annual exercise of looking into the budget and also expenditure of the companies and in this particular year it has been a tough negotiation because we have identified four areas which we believe there were rooms for the power companies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for next year and we have very clearly set out those parameters and today we have seen CLP making a response to all the four points made by government does it have more information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ort in the region? 每年其實在我們做那個週年檢討的時候 我們都是透過立法會裡面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和兩間電腦的公司一起回應議會裡面的詢問 今年你也看到透過兩次的會議 包括一個特別的會議 我們是提供了很多的資料 我們看到電力公司提供一些資料給議會 讓他們更加清晰去看得到 兩間電力公司來年的調整理據和詳細情況 也包括用一個保密的方式 將一些他們認為是商業上敏感的資料鋪陳出來 我們覺得這種方法能夠清楚 令公眾和議會更加明白 中間的電力公司提供的建議 以及政府審議的理據 我們都會繼續用這種方法 令議會和市民更加明白 每年的調整裡面所涉及的問題是怎樣 而政府的立場也非常清晰 局長 請查理 你會否滿意這個社檢譜呢 即你會否回應政府的訴求 你會否滿意呢 你會否覺得豬島主席會再低一點 還有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政府和中電 合起來的一場戲來玩市民去弄市民 政府的立場非常清晰 每年其實在接近年底的時候 我們都會審核兩間電力公司提交 在來年的電費調整 政府的工作正如我們向立法會回報 就是分別在五個重點方面 包括譬如營運的開支 或者是資本的投資 以至到電費的穩定基金的結餘 以及燃料費的結餘 這四個重要方面來說 其實是每年的調整是否有足夠的理據 另外今年也特別留意 就是有沒有一些額外的其他的收入 可能會作出一個舒緩 因此這個過程其實每年都做 也都在今年裡面 那個透明度是大大提高了 我想在這裡來講 我相信政府提出的就是說 我們做審核的工作的時候 必須是有一個合理和嚴謹的方式提出來 也都是希望電力公司 採取一個負責的方式去回應 因此今天我們是見到電力公司 就是回應了這方面的訴求 那公司為何會滿意這個升幅呢 我想我們政府的質疑 基本上是在兩個大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有一些開支 是否應使得使 或者是否過早過大 或者是未必有必要的 因此我們覺得那個回應 譬如在資本開支上面 我們看到電力公司是把它剔除了 這個是回應了我們的要求 也都在營運開支上面 還有加上將電費的穩定基金的結餘 減到一個伸低的時候 是減少了電力公司 譬如在利潤積存的方面 當然另外一方面來說就是 有沒有一些方法 在遇到一個較為困難的一年 譬如說面對加價力大的 或者是燃料漲價的情況之外之下 會不會有方法將來年的調整加以舒緩呢 我們覺得這一方面 政府有暫提出這些意見 也都希望電力公司去作出 一個正面的回應 因此我們看到 這四個方面 今天電力公司是有作出一個回應 OK 昨天說剔除了新生的發電資本開支 可不可以說一下究竟 剔除了些甚麼的發電資本開支 還有可不可以說說 未來幾年的電費加速 會不會因為這次加少了 而追回去呢 資本開支那裡 我們上次在立法會也都講得很清楚 那個涉及就是說 電力公司建議在這個十年周期的 較為後期的時候 它覺得可能有需要去增加它的機組 去增加發電的能量 這方面來說 政府一直是有一些的保留 因為我們覺得 在那個電力需求未必有這麼大的時候 未必有這個增幅 因此我們是沒有同意過 電力公司在這方面的開支 也都是建議它 將這一部分的開支剔除 我們今天見到中電 在這方面來說 它是將這個開支剔除的 每年的電力的電價的調整 我們都看當年的情況 但也都會看長遠的情況 也都是為甚麼呢 在每五年做的發展計劃是重要的 在這方面來說 當下一個五年計劃 要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好像一如以往那樣 去審慎去研究 所有這些資本開支 一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二是否需要在這樣的時限裏面提出 會不會有過早過大的情況 我們繼續做好這把關的工作 中電會追加今年加少的價值 我看得到中電現在提出的 如果你說是減少開支的部分 實質上是一個減少來的 沒有一個追加的情況 每一年我們仍然都會做好開支的審核工作 就著一次過的回購來講 就是它基於在來年可能會有一些回撥的款項 去作出那個舒緩 那當然是一次性的 至於說那個燃料費的負結餘 這個我們一向都講了是實報實銷的 這個是如果它在整體上面 如果那個增幅是較為合理的情況 而舒緩了來年的負擔 這個我覺得它都有它自己的理由 如果資本開支 即是剔除了資本開支 明年又放進去 然後又說要加這麼多 那我們今年的東西又要重複一次 其實我們每年做的工作 都包括我們剛才所講的就是開支的審核 無論是營運開支或者是資本開支 尤其是在資本開支裏面 如果那個開支可能涉及未來幾年裏面 要需要花費更加大的錢的時候 政府就會問這筆錢 第一是否需要花 這個譬如說如果是講 將來增加電力的供應量的時候 這個就看需求 如果這方面沒有需求的時候 政府當然不會同意 第二方面來說 就是那個開支就算有需要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這麼早去花費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所講 是不是過早過大開支 就著那個資本開支今年的爭議 我們覺得在未來幾年裏面 我們暫時看不到有很大的電力需求的增長 因此由始至終我們覺得那筆費用 其實是未必有那個需要 但是如果就算是要有這個開支的時候 將來也都必須要透過那個發展計劃 去深入去同意 這一點我今天見到中電也是同意政府的看法 也都將那部份剔除 好嗎?謝謝 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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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在這裏 就是每年政府做這個工作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在這裏 每年都是嚴謹 和是很細緻地去做 今年提出的這些方向 或者這些質疑呢 其實和以往每年做的是一樣 不過我想就是在今年來講 我們和以往不同的地方來講 就是去到審議期將近結束的時候 我們仍然未得到電力公司同意 因此我們必須要都向公眾做一個交代 但是不代表那個審核的功夫 因此而停頓 你見到我們在1月1號之前 我們也就是把握每一天的時間 和電力公司去提出 而我們覺得政府所提出的這些質疑 是有理有據的 也都有一些在我們權限範圍裡面 我們要它必須要作出這個修訂 譬如那個資本開支的剔除 也都有一些是可能是 要在電力公司裡面去明白 用什麼方法去舒緩那個減幅 這方面來講呢 當然我們是 在電力公司它有空間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因此我們這個工作呢 以往我們這樣做 今年我們是這樣做 無論那個情況是怎樣 這個工作我們都必須要繼續 因爲這兩層的把關 除了五年計劃 加上每年的審核是重要的 而我們亦都會繼續做這個功夫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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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哈哈哈哈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